2024年AI的浪潮持续升高 已经备受讨论的永续议题也持续受到关注 今年的创新论坛结合了AI跟永续这两大焦点 以智慧驱动点亮永续之导为主题 来探讨怎么样透过快速发展的AI新科技来复能永续 各行各业怎么样发挥核心的技术优势 以各种智慧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尊绝能源 减少碳台保护环境以及维护生物的多样性 前一阵子全球的AI产业龙头齐聚在台湾 更展现了台湾跟世界接轨 以及台湾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上所扮演 以及发挥的关键角色 当然有许多的挑战也有一些机会 所以台湾要如何以我们强大的科技实力的基础 以及我们充满着创新创意的 还有勤奋的人民 共同的来布局下一波的经济发展动能 我相信这绝对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焦点 我们许多的社会在讨论ESG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都持续在思考 不管是解决各种社会的问题 或者是处理政府治理效能的问题 以及经济产业上面对的诸多挑战 不仅仅是人力人才养成的问题 还有我们电力能源等等许多面向的问题 在AI的行程当中 可以让我们更快速的更有效率的发展出 一些新的solution 那这些solution也会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 另外一颗重要的引擎 近零跟永续的议题 也是台湾一部分的企业走得很前面 但是还有许多传统产业 需要大家一起共同的以大代小 大家一起往前走 我们不仅仅希望维持台湾在半导体 AI这个硬体制造的国际竞争体观 我想更重要的一点 我们希望推动百工百业的 所谓的创新转型 我们希望藉由数位跟竞争转型 来打造所谓的预设永续的AI道 那我想基本上在这一波 所谓AI驱动的数位跟竞争转型的过程中间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融通企业 其实已经做好整备 全力的充斥 那我觉得我们政府也责物旁贷 我们要扮演企业最强力的火盾 减少碳主机除了我们自己业内在做节能减碳之外 那真的还是不够 因为你毕竟还是要用电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投资这个绿呢 不管是太阳还是风电 那我们远传的净零策略是要这个节能优先 像我刚刚讲我们业内怎么样节能减碳 然后呢这个绿电我们是从风力跟光电要做互补 目前远传自己我们投资的11座的自发自用的太阳能的这个电厂 那所以在明年底之前呢 是有可以利用有2000万左右的绿电 我们另外还要再去购买绿能 就是不是我们自发自用的 我们另外还要再去买绿电 能源管理系统可以帮你做这个直接的这个data collection 做一些monitoring 所以在你公司的比如说你的机房 或是你的用电 我们在做这个能源管理的时候 不是只是为了拿一个数据 更重要的是你知道你自己的用度的一个patter 那这个AI就有它发挥的地方 因为一旦对你的这个pattern了解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的做一些调节 这就是AI可以进来的地方 大家思考一下到底AI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它到底是一个助力 还是我们在有序道路上的一个助力 AI就是要让我们将我们现有的效果极大化 让我们的人号做极小化 人员这个东西 假如我们认为再生人员是个神无群 我们就必须要管风 管太阳 可能海洋 水利等等的人员转换成电源 可是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 我刚刚也跟各位报告 事实上它的转换效应是非常非常差的 所以我们如何去应用AI去议测 我们可能天气的变化也好 去做这些能源上的管理也好 去硬化这些能源管理 如何去最大化的去储存这些电力 这些能源 这就变成是一种非常大的 而且这里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科技就是电池 也就是说如何你用电池去储存这些电力 可是电池它是有收入的 电池它也是有效率的 所以如何让我们的电池的效率 发挥到最高 而且又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电池的使用原先是最长 其实透过我们在AI里面的 sensing的技术 演算法的技术 其实我们就可以针对电池的寿命 跟使用的这个粘线 使用的效率 等等做大数据的分析 透过这些大数据的分析 我们就可以使用化我们的电池 很多人应该还不是很清楚说 保全业为什么会在做智慧诊识这一块 我们是从慢慢的从这个数位 然后从IoT 然后再从AI IoT的概念 才慢慢的一直在不断的在生长这个技术 那很多人也都会问说 那IoT跟AI的差别在哪边 我们所谓的IoT就是 机器对机器沟通 所以我拿一个案例 比如说我们之前帮基隆市 做一个淹水的侦测 它基本上就是 我们有射sensor在这个地下道 如果地下道 开始有积水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会自动机器跟机器去沟通 直接跟砸烂直接讲说 这个散烟水不能让车子再进来 因为这个要靠人才慢 那AI就会再更新 它是用人类的眼睛去判断 比如说像刚才的那个 在基隆市的话 我如果是用AI的话 我上次就是也不用sensor 全部都是用影像 它去判断 甚至语欲很大 然后会不会沿水 它直接还没有发生之前 有可能就已经先去做判断 在这边先跟各位交流一个 比较不同的意见 全世界这个钢铁 占我们的碳排 大概是7%左右 这是大家都知道 是排碳比较大的一个产业 但是似乎大家也有一个误解 其实每年呢 这个每个人的平均的用钢量 大概有200多公斤左右 那你今天看到我们在节能减碳 或是永续环保在走的路上 所使用的一些 这个不管是潮流啦 或是趋势 电动车 或是你风电用的水下基础 或是你汽车轻量化高强度钢 其实这些都是来自钢铁供应的 那整个来讲 因为它的量体很大 所以它的能源的排碳 看起来也是很大 不过以前的环保的观点来看的话 其实在所有的金属里面 这个钢铁的生产 它的排胆量是最低的 大概只有铝的六分之一 铁的十分之一 甚至是钛金属的二十分之一 所以未来在这个永续环保的路上要走 钢铁不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它一定会继续存在 我们最核心的生产设备就是我们所谓的钢铁 钢铁的高度是一座大概一百公尺高 三十几层楼的一个设备 那里面是一个黑箱 里面到底温度上显度的里面是整个那个状况 其实不容易了解 钢铁很多的实体的或虚拟的这个感测器 来收集未来钢铁里面的这些数据跟它的状况 那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团队 设计了27个AI智慧模组 所以让这个黑箱的钢铁可以去被透视 去被这个控制调节 那这个做法之下 大家会问有什么效果 第一个我们的统计是每年的这个燃料费 大概省了7000多万 相同的温室的气体的排放量 大概是也减少了4500吨左右 那我们集团里面呢 高雄有四支高炉 台中有两支高炉 一共是六支高炉 所以15年的大修期间 平均每2.5年的就有一支高炉大修 我们会把这些技术水平的展开 当然中刚跟中农是我们台湾的排碳大部 所以陈鲁主持人讲的 在这一块呢 我们也是有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也是一步一脚印的 努力在思考任何可以突破的做法 来应对这个气候变强 其实电信公司有两个原罪 在能源里面上面 第一个 我们为了让大家手机能够打得很通常 所以我要盖很多的记忆台 远传超过一万三千的记忆台 每年会用料超过六一度的电 我记忆台到底要放在哪个位置 才能达到最佳 这时候我们就要透过 我们原来的电信大数据 根据人流的移动和出没的地方 等等的数据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 最热闹的地方 以及它沿路建栏的这个机台 另外一个原罪就是我们的机房 因为我们算过 用现在的这个NVIDIA H100架构 来装这个机柜 它的耗电 会是原来我们同样一样大的机柜 耗电10倍 10倍 所以这个难度非常高 这还是第一代 H100 B100以后的机型 甚至超过更高 而且它再也不能用传统的架构来设定 它的冷却方式 包含传统的气冷水 要改成水冷水 它的能耗 不但耗电 而且还耗水 这个就是我们的思考的问题 那同时我们的客户也会要求说 这些机房 以后我的机器可不可以用到 预电可以减减碳的部分 一直说 甚至说 这个我不要担负这个碳牌的责任了 我可以直接上云端 这个都是我们电信公司 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我们在日本做蛮多B2X的电证案 他们现在大型商转的比例还是蛮低的 之中有一个用户 他是一个阿姨 而且他有拍YouTube影片 所以他就把他家的店弄成 然后用我们公司的这个能耗管理系统来做 有点算是时间电价差的这样子的做法 充放电 他一个月的电费只要200块余 这个未来其实是相当可惜的 永续供应链或永续产业链 其实从我们提供能源服务的观点 它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很重要 但是整个社会或整个国家 往永续的这个方向前进 其实是人人都你要参与 人人都要有影视 所以政府能够提供的协助 一方面是让市场机制可以成型 市场机制更有弹性 那比如说 如果以在电力的这个领域而言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电费很便宜 可是电费的高低于否 它当然某种程度会影响到 这个相关的服务业别 是否获利是比较容易达成 但是另外一个想法是电费方案的多元化 如果电费方案本身只有很多种选项 可以依照不同的场景跟情境来做选择 然后这个方案里面的电价差比较大的 其实很多种设备的应用或者是调控 它就会有了一个 比如说是电价差这样子的套力空间 那这样的机制的设计 其实会刺激或者是鼓励民间的参与 其实是会很多的 尤其是像电力交易的市场 台湾其实已经推出了这样一个市场 而且有一些不一样类型的商品在里面 但我觉得其实电力交易市场的商品 还可以更多人化 这个也是促进民间投资的一个方式 AI是不是会大量耗能 是的 会不会大量排碳 是的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创造的结果 它接下来的能产生的效益 没有大于应用这个AI 而会产生的能耗跟排碳的话 那我们就有可能 会走向万劫不复的一个结果 面对我们整个全球能源转型 气候变迁几度恶化 然后到我们石油经济必须要退场 这是一个150年来必须要做的更新的改变 那这个改变的幅度是极大 极大 那所以呢 它必须也应该一定会造成更多应付性的结果 这里面包括我们已经看到能源转型的议题 我们还没有看到建筑转型 但我们也已经看到交通运具的转型 我们现在交通运机的转型是在马路上走的 道路运输开始 从电动车也许将来清理海浪汽车 那我们还没有看到船舶跟通中飞行航空器 一个非常大变革的转型 但是这些转型的技术其实都已经在发展中 在这样的基础之下 我们来谈创新创 无非都是什么 找活路找希望 那这些活路跟希望都变成是庞大的伤势 啊 嗯 你 你